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这里 我们的记者为了能够进一步了解朱孙 打听到当地一个叫吴勇的人对朱孙颇有研究 得知我们的来意后 热情的吴勇马上开火起造 要给我们做一道他最拿手的朱孙汤饮 需要做这个的食材都需要哪些 它一个就是那个朱孙切成结的 用水发个 这是蒸熟了的鸡蛋清 蒸熟了的鸡蛋清 就是这样成糊状的 对 成糊状的 给它放鸡汤 用鸡汤来煮 对 这个鸡汤一定要我们本地的土鸡 土鸡汤 这道汤饮名叫朱孙芙蓉汤 先将朱孙放入鸡汤中煮熟 最后加入煮好的蛋清 最后配上装饰性的樱桃 这道汤饮就做好了 太鲜了 太香了 这个汤 其实我觉得最赞的就是这个竹孙的味道 因为它跟我想象中是完全不一样的 它是那种吃到嘴里是那种发脆的 那种咯吱咯吱的那种口感 而且它的这个小孔里是吸收了这个鸡汤 是浓浓的鸡汤 全部都吸得很饱满 所以吃到嘴里一咬 然后那鸡汤就在嘴里撕散而来 就是感觉是吃起来特别爽的那种 要知道 在上世纪七十年代以前 普通百姓家想吃竹孙 那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 原因就是它昂贵的价格 在香港市场就卖到那个四千港元一公斤 四千港元就相当于一两多黄金 一公斤的竹孙相当于是一两黄金的价格 那可是天价了 对 当时就把这个竹孙说叫黄金菇 黄金菇 究其原因 能卖到如此高价 还要仰仗野生竹孙的吸收 以及它自身的营养价值 竹孙的蛋白质中 氨基酸含量极为丰富 同时 竹孙还含有多种维生素和钙 磷 钾等矿物质 因为营养价值很高 因此 竹孙又被称为郡中皇后 我今天见到的竹孙都是做好了的 那这个竹孙原本的样子是长什么样 竹孙原本长在那个株林里 它很漂亮 长有一个雪白的裙子 有一个雪白的裙子 对 所以有人就叫它雪裙仙子 称它叫雪裙仙子 对 那它一定是长得很漂亮 对 那在这能想象它在这个树木当中 就像一个精灵一般的立在那里 对 就是竹林里的精灵 听了吴勇的介绍 我们不禁对竹孙本来的面貌 产生了极大的兴趣 于是决定和他到山上去寻找竹孙 至今县位于贵州中西部 是贵州省碧杰市的下下县 走在大街上 随处可见有竹孙字样的招牌 以及亮晒的竹孙 之所以当地盛产竹孙 与这里特有的地理环境是分不开的 这里是织金洞 洞内的中乳石 千字百态 形态刻意 有的像战士的钢盔 有的像雨后的春笋 眼前的溶洞 正好是当地地貌特征的一个鲜明的代表 织金县为卡斯特地貌 这里多溶洞山谷 它们形成了一个小气候 一直于这里空气清新 雨水充沛 气候温暖湿入 这正是竹孙赖生存的环境 竹孙多生长于苦竹 死竹 男竹等竹林里 是竹林附生的一种真菌 吴勇带记者来到了一片苦竹林 刚刚走进竹林 就看到了几个蘑菇 夜生竹孙因为分不零散 十分稀少 所以要找到它们 可就没那么容易了 这个 找到了吗 找到了 被踩了 很可惜 这是竹孙 这是竹孙蛋 竹孙蛋 对 就是说是竹孙的 还是它的小时候 对 就是像一颗鸡蛋一样 对 所以我们叫它竹孙蛋 但是好像我看到 它的外面 那个暗红色表皮上 有一些纹路 对 也有点像我们吃的 那一大颗荔枝 对 有点像 咱能把它拿起来 这不行 还要等它长大之后 再能拿 我们把它保护起来 等它长好 这个要过多久就能长 大约半个月吧 遇见了竹孙蛋 找到成熟竹孙的概率 就要大很多 果不其然 就在附近 两人同时发现了 被称为雪群仙子的竹孙 这个是吗 对 对 是竹孙 是竹孙 这是长成熟的竹孙了吧 对 对 长成熟的竹孙 这个要小心点 别把它破坏了 你看 看 这就是我们找到的雪群仙子 很漂亮 真的 那它这个白色的周围的这一圈 就像是一圈裙子一样 对吧 这就叫菌裙 哦 就是洁白的 洁白的 上面还有那个像裙子的小纹路一样 上面有很多的小孔 就像裙子 对 虽然竹孙也是一种菌类 然而 与一般的模糊 形状截然不同 它的全身 大概分为四个部分 最上面 类似于一丁小帽子的部分 就叫菌帽 中间的叫菌饼 外面一层叫菌裙 最下面的 颜色为暗红色的部分 叫菌托 我们的记者 头一次见到新鲜的竹孙 很兴奋 唯一遗憾的是 猪孙的菌裙 在自然条件下 被破坏了 生长并不完整 可是吴勇却保证 一会儿就让我们看到 更漂亮的猪孙 从山上下来 吴勇带记者 走进了一座大棚 他们就像是地上 在奔跑的那种小精灵一样 太可爱了 你看这边 这边这三个像不像三姐妹 然后裙摆 也是有大的 有小的 还有长有短 你看那个特别好玩 就像是穿着超短裙一样 其实这两个也很有意思 就像是有什么东西 在里面帮他们撑着一样 就像小灯笼一样 可能是因为在这里面 就是没有经过风吹 雨淋什么的 所以它的整个是保存的 比野外那个要完整很多 对 原来为了满足大众的需求 让寻常百姓 也能吃上昂贵的竹孙 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 至今人就已经开始研究竹孙的人工种植 吴勇就是其中的带头人 1983年 在政府的倡导下 当时还在临场工作的吴勇 带领几个同事 开始了细致的科研工作 最终于1986年 是种成功 并在随后 开始了对竹孙的大面积人工种植 吴勇也因此获得了贵州省的新火科技奖 在当时成了县里当之无愧的大明星 然而我们的记者很好奇 竹孙对生产环境要求很高 这竹孙的人工种植到底有哪些秘诀呢 哇 这边有这么多排列很整齐的这种平平挂画的东西 这都是些什么 这就是竹孙菌种 那下面这个看起来有点点像土一样的 培养基 就是用巨木销 麦夫 白糖 石膏 这些营养物质 加上水 给它汇合起来 捏菌消毒过后 那上面这个就是菌种吗 对啊 这就是捷进去的菌种 当时无用他们遇到的第一个难题 就是如何培养菌种 要知道 培养菌种可是人工种植的首要条件 经过反复实验 他们终于确定了培养菌种的步骤 在一个封闭无菌的环境内 从猪孙蛋中贴取一小块果粥 然后将它们分别放在 装有马铃薯穹脂等营养物的饰馆中 进行第一次培育 大概一个月的时间 菌丝便会长成 随后再将菌丝放入装满培养器的瓶子中 进行第二次培育 就是慢慢地就长下来了 对 慢慢长下来 然后就把这里面的营养都吸收了 然后就慢慢慢慢就是全部都是白色的菌丝了 这就是它的培养过程当中 最后形成的是这个样 就是菌丝慢慢地吸收了这个木屑 什么就是全部的营养 然后就长成这个样子 那这个就能用了吧 对 这就能够自己拿去栽培了 当年虽然搞清楚了如何培育菌种 但接下来的问题又积累出现了 那就是该如何保障菌种的种植万无一失 为防止病虫害 第一步也是十分重要的一步 就是先将木屑倒入含有药物的池水中进行消毒 把消毒后的木屑撒到地上 在上面铺上一层泥土 并将菌种种在上面 然后在上面再盖上一层泥土 撒上一层松针 种植工作就完成了 播种下去后 一般需要三到四个月的时间 泥土里就会长出特别小的小猪孙蛋 再经过一个月左右的时间 小猪孙蛋逐渐长大 进而破壳 我看这个是已经破了壳的了 对 里面就像打开壳的荔枝一样 对 那从它这个样子到长成 需要多长时间 假如就是长成在开口的时候 一天之内 从这儿长成 需要一天的时间 这么快 有时候还不要一天 这么快 对 就真的有点像那个小鸡破壳 就立马就能长好的这种 对 为了验证无用的说法 我们将几颗猪孙蛋 单独买到一处泥土中 摄像机对准一颗破壳的猪孙蛋 进行严实拍摄 果不其然 这颗猪孙蛋仅用了半天的时间 便长出菌饼 菌帽 菌群 进而成为一颗成熟的猪孙 然而 因为环境有变 这颗用来试验的猪孙蛋 菌群并没有长得很完整 之所以大棚内的猪孙长势良好 这就得益于人工种植的环境 完全模仿了猪孙的野外生长环境 因此无论是温度还是湿度 都需要进行人工保护 这样才能保证猪孙的产量和质量 据说刚长好的猪孙就可直接使用 它这里面还就是有那种小气泡一样 其实就是有点 也有点像海绵 这个就直接这样吃吗 对可以吃 我尝尝 它味道有点难形容 因为它是那种 有一点点生菜的味道 还有一点点就是坚果类 像生花生的那种味道 那种香味 当地人食用猪孙的方式有两种 一是将新鲜猪孙蘸酱生吃 另一种也是最普遍的吃法 先将猪孙烘干 需要用它做菜的时候随时取用 这样也便于储存 其实是扑面而来的一股热风 而且感觉是带着湿度的 还能感觉到一股一股的热风 在里面好像就是在循环 是吧 它这样循环就在 从那里排出去 大概需要多长时间 就能完全烘干 十个小时 十个小时就能完全烘干 那用这个设备烘干 一定会比自然风干 速度要快很多 不是这个问题 气温不够 一般就是二十几度 三十几度 它达不到它烘干的效果 在这个过程当中 它就腐烂了 因此必须用烘干 那在这个设备之前 是用什么方法来烘干的 过去我们的老百姓 用的是那个煤火炉 用煤火炉 我们知道 煤里面的含流量比较高 在过烘干的过程当中 它的流就残存到 这个产品里面去 以后就不符合卫生标准 有害人体的健康 所以说现在我们看到的 这个设备应该是最先进 有最合理和快捷的一个方法 对对对 至今人在种植竹孙的过程中 不断摸索更为科学的方法 而勇于探索和吃苦耐劳的精神 也让他们获得了丰厚的回报 因为竹孙的市场需求量大 回报价值高 所以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初 越来越多的人开始种植竹孙 王群就是其中的一位 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种植竹孙的 05年 那05年之前是做什么的 养猪啊 养猪啊 养猪 当时养猪这个收益怎么样 我做了几年没赚钱啊 今年在福本赚得累啊 好累好辛苦 养了5年不挣钱啊 就把它卖掉 然后我用买猪的钱 然后去种竹孙啊 05年我就开始种了40亩地 没竹孙啊 种植竹孙了之后这个效益呢 种竹孙还好嘛 我没种竹孙之前 结婚之前 我就住了这个老房子 做了竹孙 手艺很好 我就去了新房子 现在我就住在这个新房子 虽然现在的竹孙可以人工种植 价格也早已不再是曾经的天价 由于一直供不应求 每进竹孙三百多元的市场价 仍然让农户的收入相当可观 短短两年时间 王群不仅把之前养猪赔的钱赚了回来 而且还盖起了三层小楼 虽然现在他种植竹孙 每天依旧要起早贪黑 然而看到付出的辛苦 有了很好的回报 王群便又有了十足的动力 在知金县 靠种植竹孙发家致富的人不在少数 近年来许多乡镇的面貌焕然一新 一座座小洋楼拔地而起 乡亲们像对待宝贝似的 每天精心呵护着心爱的竹孙 然而并非每户人家种植竹孙的路上都是一帆风顺的 岳君在竹孙种植上就经历了一次不小的打击 岳君十多岁的时候就只身离开家乡 投靠远在云南的亲戚 他在那里做了二十多年的生意 家底十分殷实 很早他就听说老家知金县有人开始种植竹孙了 据说还很赚钱 在原本的生意遇到发展瓶颈的时候 岳君于2008年决定在云南种植竹孙 并且一下子就种了三百多亩 本以为又可以赚大钱的时候 命运却跟他开了一个不小的玩笑 他种下的三百多亩竹孙竟然颗粒无收 在接连的四年时间里 他总共亏了五百多万 人家说辛辛苦苦几十年 一夜回到解放前 就是我 当时晚上两三点钟都睡不着 起来就是抽烟抽烟再抽烟 后来朋友都劝他不要再种竹孙了 可绝强的岳君就是不听 他觉得自己赔了这么多钱 一定要知道自己种的竹孙 到底哪里出了问题 2012年年底老家支金县新出了一些对竹孙种植的扶持政策 岳君决定再试一次 便带着仅剩的一些积蓄回到了老家 在科研人员和老乡们的帮助下 他知道了上次失败的原因 就是他对竹孙种植中的杀菌消毒 保温保湿等知识的极度匮乏 渐渐的岳君有最初的门外汉 变成了竹孙种植的土专家 那现在这个种植规模有多大 130多亩 产量现在能达到多少 大概有目的就是在300斤左右 那现在收入应该是不错了吧 现在收入相当不错 不光是收入的事 而且还有老人 因为我出门20多年了 都是在兄弟在照顾老人 我回来了又赚钱 又可以照顾老人 最开心的事情 如今当地人种植竹孙的形式 主要分两种 一种是工厂化 一种就是农村合作社的形式 岳君就属于好者 这100多亩地就是由他牵头 几家农户入股 共同打理 到了农忙的时间 他们还要雇佣近200人 来地里帮助采收 现在100多亩竹孙 每年给他带来数百万元利润的同时 也调动起了当地农户 参与竹孙种植的积极性 许多外地务工的人 也借此时机纷纷回家工作 岳君希望明年将他们的基地再扩大 让更多的农户加入他们的合作社 在发展自己事业的同时 提高村民的收入 随着竹孙种植的普及 在至今县 越来越多的厨师 开始研究竹孙的制作方法 朱元俊便是其中的一位 他厨师生涯学做的第一道完整的菜肴 正是竹孙 如今 他可以根据竹孙不同部位的形状 味道 搭配其他食材 做出几十道美味的菜料 今天 他就要给我们落两手 今天我教你住一个 一道这个 孔雀开瓶吧 孔雀开瓶 我看到这边 这应该是装盘已经是摆好了 这个孔雀的头部 已经标刻出来了 那好了 等一下我们就把竹孙的食材 准备好 加工好过后 就摆盘了 摆的形状挺好看的 这道孔雀开瓶 需要用到竹孙的俊饼和俊裙 来形象的呈现孔雀的造型 先将切好的南瓜条 摆入空心的菌饼中 再将它们沾满淀粉 蛋清 面包屑 下锅油炸 炸到酥脆 然后把它们装盘 充当孔雀的身体 现在我们拿这个竹群 往它的身上 画上 就看 这个展开的竹群 特别的漂亮 上面这些大小不一的小孔 就是纯天然形成的 就这样铺在上面 这个孔就特别像是 孔雀开瓶羽毛上的那个图案 就特别的鲜活 现在 对 这道菜肴 很好地利用了竹孙俊群的自身特点 勾勒出了孔雀的线条 呈现出一幅栩栩如生的孔雀开瓶图 与此同时 竹圆巨和徒弟们还用竹孙做了许多造型独特的菜肴 我们还不知道味道如何 请问一下 这个味道 很脆 这个竹群 它的这个是本身 它就是有一定的弹性 就是吃到嘴里 就是很脆脆的 然后这个炸了的这个部分呢 是那种酥脆感 而里面这个南瓜 就是那种软糯的口感 所以综合起来之后 就是感觉又口感又好又香 当然 竹孙最传统的吃法还是煲汤 但是今天 餐桌上的汤饮就有六种 而其中一道最为特别 因为里面除了竹孙 还加入了一种名贵的药材 中间的这个应该也是一种菌类 因为它是一种特殊的香味 就是很纯香浓厚 它的口感是那种很润滑爽口的那种 再加上这个竹孙的清脆 其实它是提升了这个竹孙的这个香味 到底是种什么 它是松茸 松茸 对 这是拿松茸跟竹孙和鸡汤一起撈制的 那这道菜应该是对人身体很补的一道菜吧 对 竹孙我们知道是真菌皇后 那么我们把它同另一种食用菌 珍贵的松茸 放在一起烹饪 它就具有更好的营养价值 特别是对那些虚弱的人 是一种比较好的食疗菜肴 被称为郡中皇后的竹孙 邂逅了同样有着极高美誉的松茸 再配上纯香的鸡汤 可以说这道菜将郡类的营养价值和口感都发挥到了极致 如今在芝金县 一片片的竹孙大棚 俨然成了当地一道独特的风景 人工种着竹孙的热潮 不仅是当地人的经济水平得到了极大的提高 也让竹孙 这种曾经被誉为黄金菇的昂贵美食 断上了寻常百姓的餐桌 让越来越多的人可以享受到这大自然的汇葬